劳工朋友专属的五一劳动节即将到来 台北市劳动局推出劳动文化活动赏系列活动 从五一劳动节表扬大会揭开序幕 紧接着还有台北市劳动安全奖选拔及表扬 餐饮业联合真才 轻盈就业博览会等 每个月都有专属活动 一直欢庆到年底 我们在五月开始到十一月 举办一个劳动文化活动的这样的一个大赏的系列活动 在这个系列活动里面 每个月我们都有一个重点的活动 这个重点活动里面 包括了像我们在六月份 有一个厨房争霸 它是结合了美食 技艺 还有我们的夜市观光等等 一起让我们的外籍朋友来到这边来比赛 同时也让我们外国的观光客一起来 来参与台北 了解 认识台北 另外我们在7月我们会有一个XR的虚拟实境的模拟场地 预计在7月来使用 10月会有电影展 电影展的部分是针对身心障碍的朋友 他们的劳动的权益 还有包括他们的劳动环境 还有包括他们的一些心态的部分 那我们会做一些这样的活动 那11月有其他就是非身心障碍朋友的其他的劳工朋友的 这样的一个电影展 那劳动经济上讲 那个劳动经济上讲的是他的议题更多 除了刚才讲的身障以外的部分都包含在里面 包含了像过去我们也有像这个特殊行业的 他们的干苦谈 也包括了像我们一些看到的所谓的移工 还有农工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少接触到 但是确实他们也在这个职场里面有一定的这样的工作的人数 也有他们的工作的环境的问题 劳动局局长高宝华表示 预计7月底开幕的多体感延伸实境 XR职安模拟训练 运用互动式的模拟训练系统 就能感受职场施工 局限空间等高风险作业潜在危险 这是在我们去年开始来向这个中央劳动部的职安署申请的经费 大概是差不多1600万 那今年呢先做第一阶段 那在5月开始已经在陆续已经在施工 那预计在7月完成 那就是将来所有的训练 只要是实体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想办法用这个虚拟的电脑的方式来做 那让它这样的一个实验或者是体验的部分呢 能够避免它的危险性 有很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训练啊 比如说下水道 那如果不是用这样的虚拟实境的话 那可能就真的要到地下室 下水道里面去 那这种下水道的训练它其实有一定的风险 那所以我们用这种虚拟实境 它一样你就可以在这样的方式呢 来避免这种风险 来一样可以接受到好的训练 北市劳动局期望从安心就业 记忆文化等各面向 创建劳工朋友们共荣共好的职场环境 更多活动相关讯息 可至劳动局网站查询 或加入劳动局LINE好友 和劳动台北脸书粉丝观看最新消息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导